各位雷雷小金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集的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关心沙尘暴的影响 南洋溪中下游河床严重击沉 每当封面靠近的时候就会引进强风 造成了沙尘暴 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 经过去年低河川局 在河床加重绿色植物情况有改善 所以县长林聪贤今天特别到场勘查 表示将会扩大种植 推出绿狼计划减少沙尘的危害 去年8月的苏拉台风 宜兰山区降下将近2000公里的雨量 南洋溪水暴涨 洪风过后南洋溪的中下游河床 严重沉积大量的沙土 尤其南洋大桥到葫芦堵大桥之间最为严重 去年每当封面靠近引进强劲风势 夹带溪床大量沙土造成了沙尘暴 催近两岸居民的住家 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为此河川局在去年在罗东西 会流出30公顷的高山地 种植田根子草及橡草 有效地改善沙尘情形 县长林冲贤今天特别前往勘察 关心空气品质 我河川局这边 将我们来放租这个所在 一宝会收拾转 放租因为 我们这些 農民在镜头都有整个城 有镜的时候 有那个植物的匹配 就较不过那些问题 但是他如果在油间的当中 就有这个问题走出来 所以可能对两岸人口聚落 比较多的这个河岸 我们特别协调 河川局将这些重要的河段 的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附附地啊 比较尽量不要出租 让它变成是一个比较直升 县长林冲贤表示 县府环保局将向环保署 争取经费 计划在甘马兰大桥 与葫芦堵大桥之间 推动绿狼计划 包括设置绿色狼道 生态池 自行车道 步道或是运动设施等等 兼具生态 生活及生产等效益 带动生态及友善旅游的趋势 期望长期来改善阳产情形 第一我们现在 呛环保局到环保署 我们有一个叫做 绿色囊道的这个固案 这个双方还要再合作 当然我们这个河川的区域 是不能有高 高精以上的这种植物 我们也请了几个学员机构 来理解 在这种总控制 我们也在核防安全 跟这个不影响河流的情况之下 某一些还是要直栽 这个比较高的树木 来做这种空气清净的 这个梳理的部分 我们下一个阶段 就要继续来合作 县长林冲闲要求 河川局持续在南洋溪的高滩地 广直象草田根制草 减少沙地裸露 增加绿草的覆盖率 而在敏感河段 办理整治苏郡工程以降低吐沙量 我们要用大自然的方法 就是说用绿坛 所以刚才说的 我们过去年 我们家的渣渠 比较多多农民海军 一片的冠冠花 秋天的冠花 也变成是我们秋天很重要的意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把那个部分的河道 情境再把它恢复起来 另外对河川局正在进行的苏郡工区 县长要求加强洒水 减少尘土飞扬 多管其下来改善两岸居民的空气品质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